陈隆批香港人游行之都 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需要管的 曾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等言论 引发非议的香港艺人陈隆 最近又管不住他的嘴了 这一次他的炮口对准香港 他接受中国媒体访问 批评香港已经沦为游行之都 而且很多无力取闹 骂中国骂领导人的游行都来了 成龙在2004年批评台湾总统选举 引起台湾公愤 因此四年没踏进台湾 后来他以公益活动企图改变形象 不过成效不彰 电影票房也大受影响 这次他又呛香港人喜欢游行 香港名誉人士通批他 根本不了解公民权利是香港支持 不过成龙大哥惊得很 他骂香港骂台湾 就是不骂中国领导人 他表示都已经回归中国了 怎么还可以老骂中国领导人 东新闻综合报导 阿拉攒 阿拉攒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